回來財經大白話 現在隨著美國大撒錢費的下重手 還有全球封QE 最近歐美股市也是強勢的反彈 而台股昨天也有上百檔的個股風漲 我們就先來看這一張圖 其實美股跟台股都有一些連動 像是這個美股漲的時候 幾乎沒有懸念 台股隔一天也都是漲的情況 像是這一天就是3月19號 美股市漲了188點 而隔天我們這個國安基金 同樣也是上唐 所以3月20號的時候 台股也是上漲的 另外在這邊3月24號的時候 美股是上漲 這個大漲了2112點 創下87年來的記錄 隔天我們台股同樣也是漲的局面 而台股如果是美股前一天跌的話 台股通常也是會跌的 比方說像是3月20號 就是週五的時候 美股收盤是大跌的 所以隔週的週一 台股幾乎也是跌的情況 而像昨天美股其實也是漲的 而所以今天的台股 其實也是相對比較有支撐 目前是在平盤左右來震盪 所以這一段我們就要來看 是不是美股上漲通常是在幫台股做球 而我們看懂這些熱錢的流向 其實公債殖利率裡面 又藏哪些金錢密碼 還有這個台股每次的股災之後 是不是隔年進場勝率 也都是百分百 首先我們就先來請教一下 這個三位來賓 這一回我們看到這個其實 台股是連噴了兩天 現在站穩了十日線 我們可以說這個是V型的反轉時間 已經到了嗎 如果覺得說V型反轉已經到了的話 就舉圈圈 所以士松哥舉XX 慶龍哥也XX 注意看我手勢 這叫小V 小V 愛心 我以為你會比愛心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問陳彥哥 好 先問士松哥為什麼覺得 還不是V型反轉的時間 對 我覺得有時候股市投資 是需要一點耐心的 依照過去的慣例裡面來說的話 大漲大跌的時間點 尤其是那種漲幅很大 或是跌幅很大的時間點 都是在空頭走勢會這個樣子 多頭走勢最後發動的時候 都是經過一段整理之後 再一個長紅 那就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這幾天不是有個非常有名的名人 這個查爾斯王子得了這個新冠肺炎嗎 就有人在那邊開玩笑就是說 他等了這個王冠沒有等到 反而先等到新冠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太早進場就會這樣子 你原本以為你是王冠 但是沒想要撈到這個新冠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整個空頭市場裡面 因為現在已經跌幅超過20% 我們定義它是空頭市場裡面來說的話 你不要看到這種大漲的 這種V型反轉 就認為說它是反轉點 其實有時候那只是一個底部 整理震盪的一個過程而已 對 現在這個疫情非常的嚴峻 其實這個金融市場 似乎也是染到了病毒 現在變成歇斯底林一下大漲一下大跌的 像這樣子的情況 根據華爾街的定義 股市從高跌只要下跌超過20% 其實就是已經進入到了空頭市場 也就是所謂的熊市 而台股其實最近的20年 也有6次是頓入到空頭 這6次的股災 是大概發生在什麼時候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市聰哥 你縱橫股海那麼多年 你覺得這一回台股的支撐點 底部是在哪兒 其實宅宣說我縱橫股海20年 大概很多年其實只有20年的時間而已 大概我開始的時候 大概這集 也是從大概網路泡沫開始 包括第一次的2000年的網路泡沫 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一次我也是受傷慘重 我曾經買過台灣有一檔 這個網路股票叫做金業 現在已經變成金城 那時候300多塊 後來一路跌 跌到10幾塊 20幾塊 非常慘 所以每一個投資人在空頭中間 你沒有逃過去的話 通常都是真的會非常的淒慘 好 第二次是這個兩國論的時候 也是逐漸一個下跌 再來是319槍擊案 那時候阿扁的這個槍擊案 我也記得非常清楚 319槍擊案的時候 雖然子彈是打在阿扁的身上 但是我也 其實我們也中了一槍 為什麼 當時我們是全力做多 結果全力做多之後 股市連續跌停兩天 很多股票都完蛋 但是那時候怎麼熬過去 那時候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學了很多的 金融的其他的工具 譬如說我滿搜股票 那怎麼辦 你要避險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買了一個put 就是選擇權的put 因為有買put避險之後 所以才沒有死傷殘重 所以我才說 我們為什麼要看這個節目 就是你要學習各種各樣的 這個金融產品 有時候你懂多一點點 你就有可能在這個市場 多存活一些些 再來是金融海嘯 這一次也是很多投資人 都是印象非常深刻 很多股票都跌得相當的慘 比青連種了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那時候跌到169塊 如果你能夠那時候買的話 它最高曾經漲到6000多塊 那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漲幅 再來是歐債危機 2011年的 再來是2015年的 這個入股崩盤的下跌的過程 那實際上6次的 這個6次的空投市場 你們有注意到一點嗎 實際上6次裡面來說 國安基金大致上都有進場 而且這裡面有一條非常重要的線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條線我們這個製作單整理出來 這條線非常非常漂亮 這條線叫做十年線 就是月線的120日 就是十年線 你可以注意到 十年線跌破的時間點 其實並沒有太長 以過去20年來說 只有這一次 這個時候 還有這個時候 是真的在十年線之下 十年線之下的時間 真的非常長 非常短 這條線也變成是什麼 我們國安基金進場 就是依據這一條十年線 所以從歷史的軌跡 可以告訴我們來說的話 在這個地方往下買的話 其實應該是勝算 長線的勝算是很大的 我們除了這一張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現在這樣這個定義裡面來說 因為20%就是所謂的空投市場 我們可以 空投的2000年這個泡沫 是跌了67% 但是它空投19個月 兩國論的時候是40.7% 空投6個月 319的時候是空投 跌得比較小 空投是5個月 在金融海嘯的話是58 60%左右跌幅是13個月 歐債的時候是10個月 這個入股危機是4個月 兩個跌幅都差不多 好 這一次怎麼去跟他們類比 這一次的跌幅 如果從1 2 1 9 7最高點 往下跌到8 5 2 3點 跌幅是30% 30%的跌幅 30%跌幅來說的話 跟這幾次是比較像的 這幾次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它的空投的走勢 是壓縮得比較短的 所以我們空投從2月開始算的話 現在才經歷3個月的空投走勢 也就是說用過去的經驗法則 告訴我們要嘛就5個月 要嘛就4個月 所以也就是說 從這些綜合數據 你可以判斷出來就是說 可能這個底部的時間 還需要1個月 最少還需要1個月到2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從歷史的台股的 過去的歷史跟它斷 可能現在用過去的統計數字 來看這一次的這個發展狀況 所以說時間還沒到 可能要比照過去來說的話 可能至少還要在1 2個月時間 那我們就繼續來問陳彥哥 剛剛陳彥哥有一個 很奇妙的答案是小V 你認為說現在台股的底部 還沒有到 那到底支撐點是在哪兒呢 因為我們 我左手邊兩位大師都太嚴了 因為他們說V型要反轉 所以他們在意的是反轉 但是我在意的是V型而已 所以它不一定會反轉 所以我說小V 現在還是要給大家一點信心 當然我的為什麼小 我的意思是說 你跌成這樣最近 股市在短時間之內 實在受創太嚴重了 而且太便宜了 就像我講 證券公司的朋友 接到很久不見的老客戶 打電話來 他也嚇一跳 原來他還在 因為他說他很久沒有做股票了 手上也是空手 剛好這一波的大跌 他們想要進來撿便宜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造成 這一波股市大跌過後 買盤的力道之一 當然我們還是要呼應 世聰哥講的 那是不是從此就多投 其實當然不是 所以我說小V會有 所以我用這樣子 就是給大家開心一點 可能久久沒來的 準備要進場的事會 看得也太感情了 但是多聊天以後發現 他還是跟以前一樣沒變 很討人厭對不對 好 那慶龍哥覺得還不是 慶龍哥最近都一直在講說 我們一直在見證歷史 我們這個見證歷史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見證 到這個歷史的底部 其實在金融市場中有一段話 叫趨勢不容易形成 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 在多頭市場中 即使要大跌 也會先盤一個頭 在空頭市場中 即使要反彈 也會開始築一個底 所以重點就在於 我們現在已經確認了 我們現在進入在空頭市場 在空頭市場中 我們要怎麼確認 它能夠出現反轉 或者從此以後油空翻多 有個非常重要的證據 就是它一定要打底 很少會有出現 原來這是一段美麗的錯誤的 V型反轉 在歷史中 其實非常少見這種 美麗錯誤的反轉 所以一定要先打一個底 這個底要怎麼來 其實我覺得最近確實是有看到 一隻腳的形成 是因為先前的恐慌性賣壓 宣洩完之後 然後隨著美國幾乎 把所有的子彈 能用的子彈 全部都用盡之後 終於出現了一個像樣的反彈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說 連道瓊都已經站上五日軍線 然後很多的股票 都已經開始出現了 一個彈升的過程 但是彈升的過程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彈升的過程 只是告訴大家 它市場已經開始反應完 因為新冠肺炎造成全球恐慌情緒 的一個賣壓的一個宣洩 宣洩完之後 大家發現有很多股票很便宜 所以開始出現一個強力的反彈 反彈完之後 接下來我剛才講 第一階段 只是反應情緒的宣洩 恐慌情緒的宣洩 第二階段 就會開始進入到實際 實際經濟影響的狀態 我不用講太遠 就講台股好了 接下來我們4月 年清明假過後 清明年長假過後 它只要公佈3月營收 大家看到3月營收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段的疫情 影響這麼多公司的營收跟獲利 可能又一波 這就叫做實際的影響 大家當看到實際的影響的時候 因為3月份營收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 其實只要像世聰哥這樣子 應該就可以馬上算出 低劑財報大概是怎麼樣 就馬上說應該是不太好 所以這個實際的影響就會出來 實際影響出來之後 股價就可能會出現一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過後 它就會進行第二隻腳的一個測試 第二隻腳測試完之後 如果接下來 可能全球的疫情 有獲得控制之後 才有可能出現一個像樣 再一次像樣的反彈 所以我們剛才講 像目前股市的狀態是 這一波的第一波 只是恐慌情緒的宣洩 然後出現像樣的反彈之後 第二波會進入到 實際影響的程度 實際影響程度 大家會看很多公司表現不好 甚至很多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好 這個時候會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之後 才會形成最後我們想要的 所謂的底部的狀態 所以重新再回來我剛才講的 在金融市場中 趨勢不容易形成 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 一旦空頭即使要漲 它也要先盤一個底出來 這個底怎麼來 就看你這個底部 如果它能夠足的腳越多 未來彈伸的力道就會越強 不然它永遠都只是 剛剛陳彥所提到的那個小V 這小V其實你就要變成 你要快打部隊 你要快進快出 這是非常 在金融市場中操作 非常難度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 其實就在等待那個底部 完成之後 最後那個所謂的空頭結束 反轉的那個訊號出現 對 講到這個恐慌的情緒 其實大家最近就是看到 這個股市的這個暴漲 暴跌 特別是這個暴跌 從3月8號到3月18號 10天之內美股出現了 4次的熔斷 就連這個股神巴菲特 其實都被疫情嚇呆了 而陳彥哥說 最近好像在這個投資群組裡面 大家還流傳一段自我解嘲 就是說分析師們 其實也都對於這個4次熔斷的 突然的出現嚇傻了 對 嚇到我差點忘了 這一段是我 趕快找一下手板 對 這個過程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 因為這一次巴菲特一直語出驚人 3月8號的時候他說 我這輩子只見過一次熔斷 可是3月8號沒熔斷 其實是1997的時候 因為大家覺得說股市會大跌 他說我只看過一次而已 就1997那次亞洲金融風暴 那一次是很驚人 因為整個亞洲市場 貨幣市場是幾乎整個崩盤 然後索羅斯還被一部電影裡面 最後演他上吊 你就知道1997那一次 大家有多恨他 他只見過一次 但到了他才講完沒多久 其實我覺得他講話 有時候真的很有他的韻味 不是 他的道理 你知道古神 既然我們給他灌一個神 神講話有時候 就是在暗示你一些事情 他3月8號跟你說 我這輩子只見過一次 他的意思是說 各位有機會跟我一樣 也跟著跟我一起享受 這種美麗的享驗了對不對 結果隔天真的就壟斷 然後他說 結果他說 我這輩子只見過兩次 好 再來 我這輩子只見過三次 再來我只見過四次 然後史上第五次壟斷 你說奇怪 什麼史上第五次 這不是第五次 因為這個其實 你看只有四次 為什麼是史上第五次 就是我剛才講1997那一次 所以巴菲特身體 為什麼這麼好 很多人想為什麼他可以 你看他說他我差點活不過89 那很多人就問我說 怎麼樣可以跟他一樣 活超過89 我說很簡單 你看多做股票 身體 身強力強 都不用運動 你的心臟每天要 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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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你氣色這麼的紅潤 不好 因為我的股票昨天跌停 對不對 嚇到整個血氣都上來 臉都紅通通的 對不對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 在股票市場裡面 就巴菲特這麼老經驗的 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過 嚴格講起來 他這一次我覺得 他會講這番話真的有嚇到 但是我還是提醒大家 其實他在寫給股東的 今年寫給股東的那一封信裡面 他其實有特別提到一點 他說未來的環境 這個一直降息的過程當中 其實投資股票還是比債券好 這是他的第一句話 接著他就說 要小心 不排除 股票市場會有比較大幅的修正 可能跌50% 對不對 他在話語當中 他說 老師我做股票做那麼多年 一直賠錢 我什麼時候會好轉 你現在才30歲 不用擔心 40歲以後就好轉 真的嗎 對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對不對 你就不用擔心 你永遠就是一直賠 賠習慣就好 所以你看巴菲特告訴我們 他有時候話裡面有他的玄機 所以這一波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其實股市已經太過恐慌 22天跌了三成 太過恐慌 其實已經有超跌的成分在 對 現在這個股市太過恐慌 也使得美債的殖利率 是一波波下降 這相對來說 很多人說是不是存股的時間點 已經到了 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 兩次的視頻 交往 絕對 記錄 大小聲 充滿 207 公司 大小聲